福里香农会的稻草艺术季已经成为了花莲知名的打卡景点 而第二届超受大家欢迎的Jumi猩猩有些回损 不少民众就问翻了农会 不过农会总干事表示 目前制作Jumi猩猩的艺术家将会在近期内将它修复完成 过年前就会亮相 福里香农会的稻草艺术季已经成为花莲知名打卡的景点之一 而第二届超受欢迎的Jumi猩猩有些回损 不少民众问翻农会 不过农会的总干事表示 目前制作Jumi猩猩的艺术家将会在近期将它修复完成 过年前就会亮相 是一个这两个竹猩猩 守护的这两座竹猩猩草猩猩 第二年做的一个就是我们这个Main Metal的这座作者的猩猩 它包括Jumi的猩猩 这就是四座了 那第三季的话 我们刚今年开罗的草猩猩 就是守护的两手放在胸前 这个叫做守护的竹猩猩 印象的这座猩猩会在 然后过年农历竹猩前我们卖个关子 我们的竹猩猩 很可爱的竹猩猩 会在过年竹猩之前为大家接吻 来到布里 除了欣赏稻草艺术祭之外 在布里香农会内 还有一间咖啡厅三点头不能错过 旅客逛完稻草艺术祭之后 可以在这里休息 享受咖啡甜点 同时欣赏窗外的风景 不时还有火车从眼前驶过 美景搭上美食 疗愈旅人的心 记者高雄雄 布里香采访报道